各位欢迎来到赵理说事 我们在以往的节目中就跟大家聊过 今天很多中国可恨的骗子 在他们眼中什么群体是一个最大的肥肉呢 就是中国的几亿中老年人 对他们来讲 这几亿中老年人绝对都是待宰的羔羊 可以忽悠他们买什么理财产品 可以忽悠他们买各种各样根本就不值钱的收藏品 更有甚者最大的一块蛋糕 就是针对中国中老年人的各种各样的保健品 我相信我们身边的每一位老人 几乎每一个人都参加过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发布会 甚至都买过各种各样的保健品 这么些年来 我想中国的很多中老年人也学聪明了 也了解到其中的套路了 甚至有的人已经开始反套路抓骗子了 此前的一期节目我们就跟大家聊过 温州有一个李阿姨 他买了一些保健品之后 发现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他就去举报 举报之后工商局的人告诉他 咱能有证据啊 于是李阿姨卧底进入到保健品发布会 用手机录下录音 取得了切实的证据之后 交给工商人员 工商人员按图所记 破获了这个假冒伪劣的保健品集团 李阿姨呢 也获得了66,000元的奖励 其实啊 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开始效仿温州了 很多城市的食药间部门说 鼓励大家抓骗子 你提供有利的证据 只要让工商部门抓到了骗子 抓到了假冒伪劣的生产者 就可以给你高额的奖励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说 对广大中老年人来讲 抓骗子也是一个生财之道 无独有偶啊 重庆有个正大业 虽然人家没去举报 但是人家干了一件更有意义的事 正大爷退休之后啊 干过某个报刊的几年联络员 所以文笔不错 这两年啊 他经常接受到好友的邀请 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发布会 时间长了 他慢慢摸清了这批人的套路 所以他想啊 光我自己明白不行啊 我得让我身边的老年朋友们 也明白这些人的套路 所以用了一年的时间 正大爷上午听讲座 下午回家写日记 整理了五万字以上的保健品讲座听讲日记 他要通过这个日记啊 揭露这帮骗子的种种套路 正大爷就总结出来啊 有的骗子 人家打的是亲情牌 哎 就像子女一样 对你百般孝顺 哄着你买东西 有的骗子 打的是旅品牌 你先来啊 只要你来听讲座 就送你个小旅品 回访的时候 再送你个小旅品 不断用小旅品的公式 骗走你的大钱 还有的骗子 人家使用的是大师牌 今天请这个名师来讲座 明天请那个名医来诊断 所有这些大师名医 完全都是杜撰的 就是为了骗你的钱 还有的骗子 更可恶啊 打的是恐怖牌 一搞讲座的时候 罗列各种各样 得了疾病的老年人 悲惨的晚年生活 然后就告诉这些听讲座的人 你如果不买我们的药 你很有可能 你的晚年比他们还惨 咱们清楚啊 人到了中老年以后 大家是越来越注意养生了 确实 每个人几乎都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慢性病 骗子们 正是抓住了中老年这种心理 才催生了一个 十几年意义不倒的 保健品市场 而如何应对这个市场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 像李阿姨和郑大爷这样的 明白的老年人 不单自己要明白 还要记录下来 告诉身边的每一个老年人 戳破骗子的嘴脸